今天晚间焦点话题还包括了徐若萱 她被爆料上个月就跟丈夫 也就是新加坡富商李云峰签字离婚 而今天双方共同发出了声明 他们说离婚对他们彼此来说是最困难的 但是最合适的安排 因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 可是还是克服不了双方的差异 那我们就回顾徐若萱跟李云峰结婚这九年来 其实他们一起停泊了不少风风雨雨 而如今选择分开让外界相当震惊 2014年歌手徐若萱请订新加坡海运富商李云峰 婚礼上大方放闪 但这段婚姻如今画下据点两人离婚了 双方共同发出声明 感谢彼此在婚姻中的付出与成长 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但还是克服不了双方差异 经过深思熟虑理性友好的协商才决定离婚 这是最困难但最合适的安排 虽然没办法携手继续往前走 但两人之后会担任孩子的共同监护父母 徐若萱和前夫一路走来 挺过不少风波 比如李云峰曾经欠债六十亿元 差点破产 徐若萱也一度卷入王力宏出轨事件 没想到跑了九年的婚姻 最终还是已离婚收场 该怎么分就让他分勇敢转身 这是徐若萱的歌再见错的人 情势丰富的他曾经在感情中受过很多伤 现在再度恢复单身 只盼他和前夫的全新人生 都能精彩依旧幸福加倍 华氏新闻黄天张荣甫 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